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輝哥 現在你都叫他做家輝哥 他經常搞到我 他經常搞到我 因為我覺得Ken哥是一個很資深的老前輩 我在影圈裡面 我一直沒有機會跟他合作 今次跟他合作我覺得很開心 我認真地對待和Ken哥的氣氛 打醒十二分精神 看到他很厲害 他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氣氛是否很好呢 很好 我們很開心 其實我們的氣氛很集中在一個 退庭商議室那裡 那裡一開就開十幾組戲 但我們每天都是這樣 雖然有時候會開得晚一點 但感覺上都很快 基本上都沒有過時 是的 而且每天都愈拍愈開心 愈拍愈多東西吃 然後大家都開始有點肥 有沒有說最深刻的場合其實是哪一場 我覺得裴心圓那一部分好看 他每一場戲都會有轉的點 很難突然講一場 但整個戲我覺得 你一直追悍性很強 嗯 加輝哥 會不會考慮一下再和Ken哥合作呢 你這麼猥瑣的 你說你 會不會再和Ken哥有些其他的合作 他要說沒有啊 想想想 這些 沒什麼好 對不對 有Ken哥當然想繼續合作 多一點氣氛一起拍 對不對 Ken哥會不會 很久以前已經有留意到這一位 是小火子一樣嗎 嘩 你講到這麼久 他真的初初入行我已經留意他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李先生那裏 三兄弟 是不是 那時候覺得他是怎樣 不是 其實我覺得 讓我說 是的 我覺得 由一個真的一個白紙開始入行 到今時今日你看一下 回頭看一看 雖然隔了二三十年 但是那種成熟程度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 你這行是很壞的 你知道可能一輩子都升級不到 但是 張家輝真的很早已經去到一個 已經是很高級數的演員 揮灑至於 原來創作能力也好 現場那個 無論推動的製作也好 所有演員那種推動力也好 我覺得是非常獨為 在我來說 在這個時間 在電影裏面 我是在學習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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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是放我上袋 不是 那 影帝 你現在有這個經驗 是否才能壓得住 Kengo的氣場 當然不是 我覺得 回望回看 那十幾組戲 一個退燃相見室 我覺得 如果沒有Kengo 這種演員 就會輕些 那個說服力可能會低些 起碼有一個 有份量的前輩在 領著做個 陪審團的主席 我們就 好搞些 大家那個 年齡層 我覺得 就算觀眾看來 都會舒服些 但你剛才稱呼 Kengo 做老屁屁 我是老屁屁 來炒皮 這些 有空有機會 抓著他聊天 就是 插一下他的 演藝心得 這些 就像這本書一樣 你跟他 爹一下 插他 就更多 留意他平日的 招數 你看到 沒有尊重錯 這些前輩 我去看 看 這裡 很久 我們